全真社取得干贴西九总站内地口岸区的最新相片和图绩 发现有房间的门牌标示为口岸办保安员宿舍 运防局表示有关的地方已经改为保安员休息室 根据全真社取得西九总站内最新拍摄的相片 见到间隔工程已经大致完成 房间外装上门牌 其中一个以简体字标示做口岸办保安员宿舍 图绩上也显示有宿舍 运防局回复全真社指 有关的地方已经改为保安员休息室 西九站内的内地口岸区 不存在被内地执法人员留宿的设施 郑政司也说 拍着西九的内地工作人员 每日会搭高铁 由内地往返西九龙站工作 不会在站内过夜 文政长官林郑月娥也强调 内地人员不会在站内留宿 我们已经说了 内地的执法人员在他们执法之后 就是说他们做这些青湾工作之后 他们回回内地 那怎么会有宿舍 有这种安排和这种高额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我也要回去了解一下 不过可能你看到的是他们休息室 都不重要 那他都要休息 在这里上班整天都要进行休息 加分队